在续前缘,铺贤永昌主教练随西丁克执教国奥队,刚下课就又工作了近日,中国U21国家队正在云南区境积极参加四国邀请赛,带队的是本土教练沈福祥,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足协已经为这支国家队,找到了新的主教练,四国赛之后将正式由荷兰籍教练西丁克接手该队伍, 他的目标就是率队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,在前天晚上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中,西丁克就提前赶到,了云南区境观战国奥队的比赛,期间他还边观赛边做记录,似乎在为指教该球队做准备,根据安排,西丁克将在四国赛之后上任,而跟他一同指教国奥队,的还有另外两名助教,殊不知,其中一位助教已经浮出了水面, 他就是刚刚从中甲球队石家庄永昌下课的主教练古特比,9月3日,石家庄永昌官方宣布与古特比和平分手,原因是因为球队近四轮不胜,让冲超变得更加困难,在还剩八轮联赛的情况下石家庄永昌冲超的可能性不大, 对于石家庄球迷来说,他们对古特比的离开感到非常不舍,殊不知古特比虽然卸任了永昌的主教练,但是他不会离开中国,并且他将在最后的时间里追随西丁克指缴中国国奥队,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,古特比会与西丁克再续前缘,两人将在未来一起带领中国国奥队, 众所周知,古特比与西丁克的合作由来已久,此前两人在韩国队执教期间就有过合作,200,两年古特比随西丁克帮助韩国队杀进了四强,如今恰逢古特比从永昌离任,加上西丁克再度前往中国执教国奥队,这无疑又将是两人开展合作的新机会。 有机会 Reiles